看看這樣子他們的節目效果 同時也說了 如果說大家在這樣子 繼續的傳開的話 甚至不排除最後一秒 他可能會支持3號 好 第三星期要來關心的 則是這錢財真的不露白 因為原來有民眾說 他到越南去出差 沒想到到了機場之後 就有一個人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租車 他說對 確實自己是有轎車的 就這樣子上了車 但沒想到事後 這個駕駛就跟他說 你的鈔票命額太大了 所以就把錢接過去 來開始幫他算 有沒有一些面額比較小的錢呢 但事後這名駕駛要說 我載錯人了 就把這名網友給放在原地 事後這名網友 上了原本自己叫的車之後 才發現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3000元台幣被對方給拿走 提醒大家要小心 這樣子的詐騙手法 好 最後這訊息要來關心的則是 這真的是最壞身照 有民眾跟大家來分享 說是到遊戲區帶小朋友去玩 但沒想到遊戲區外面 這樣的椅子 卻一個一個都被放上了東西來站位 這民眾原本好心走過去跟家長表示說 這樣站位的行為好像不太對耶 不過家長卻好像滿理所當然的 甚至還說我們等一下就要坐這個位子 所以才會這樣子來站位 但沒想到對方這個家長 他的小朋友還自己來問媽媽說 為什麼我們的東西要放在椅子上呢 所以現在民眾看到之後也頗聞了 說小朋友都知道不能站位 沒想到家長卻是理所當然 再把時間交給家如 好 謝謝華仙 我給大家看看